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赖昌邦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大高雄的公共话题 这波疫情重创百业 也让大家生活得相当辛苦 特别是弱势的一些民众 也让生活陷入了苦境 而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照顾据点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从关闭到有条件的开放 其实也减轻了身心障碍家庭的照顾负担 因此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这个社福能量要如何持续发挥 在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三位来宾来一起做分享跟讨论 首先为您介绍高雄市社会局专委陈秀群 专委你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专委陈秀群 欢迎专委 第二位是我们高雄市议员童彦珍 童议员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童彦珍 欢迎议员 第三位是我们高雄市自闭症协进会的理事长 林秀仙 理事长你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自闭症协进会理事长林秀仙 好 欢迎三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 讨论疫情之下 我们社福能量能够来持续发挥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弱势民众 在疫情当中生活得相当辛苦 所以有很多这个议员 党部或者说民间团体 也发起了这个带用餐券 来提供给这些弱势民众来领取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VCR 疫情之下 许多社会边缘户的生活与工作都大受影响 而高雄市议员陈若翠 看见了许多辛苦的故事 便号召了便当业者以及慈善团体 一起捐赠了5000份的便当餐券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照顾更多弱势族群 除了经济受到影响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众的生计 顿时有些没了工作 然后也失去了依靠 但是不要忘记了有一群 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些弱势的家庭朋友 他们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他们面临的可能是双重的一个困境 所以这次弱翠就联合我们的德育 这个教育文化协会还有大港新公益协会 大家一起本着就是抛砖引玉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联合来关怀 所以这次我们总计捐了5000个 这个爱心关怀的防疫便当 给我们的这个高雄市社会局 我们这个社福系统 疫情警戒持续延长 虽然政府提出了许多纾困方案 但还是可以看见许多弱势家庭 为三餐奔波辛苦的消息 而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也表示 相当感谢陈议员与善心团体的捐赠 未来将会尽快将爱心餐券 交到需要的人手里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洛正议员 他看到有些弱势的需求 那结合我们德育教育文化结会的 今天流动也都到现场 那这5000个便当呢 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个便当券发出去 那主要呢是针对单亲的家庭 还有包含一些受报的一些妇女 家庭还有一些新住民 那我们也希望说他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便当的 这个便当券的 让家庭的这个有温饱啦 不会因为这个生机的问题而受到一些影响 透过爱心捐助 希望持续咒顾需要的家庭与民众 帮助他们三餐得到温饱 度过疫情难关 同情 倡议 关怀 弱势 一起来 好 我们看到在这个疫情之下 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 或者说比较生活困苦的时候 真的是希望说 社会上有一股这样子的暖流 来挤注这些弱势的民众 那不想说我想看一下 同意员这边 在这段时间有没有接到一些 选民服务的部分 有一些弱势民众跟议员这边 来做一些求助的 或者说在议员这边 有没有做一些爱心的活动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 我想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 确实是很多的各行各业 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本来一些做生意的 本来就算是弱势的 但是由于这次的疫情 变成他们很多的 这个生意都变得越来越不好 而在就业的市场上呢 也就算是弱势了 所以呢很多行业它是自顾不暇 那就很多都是裁员 都裁员了 而且都采这个无薪价 对民众的打击是相当的大的 那么在我们看看劳工局 它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说 在108年的下半年的劳工局的 真材的活动 初步的这个谋合的人次 总共是5988人次 那么在109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它的真材活动呢 谋合的人次就下降到5179个人 可以发现我们民众的就业的 没合力是下降的 所以没有收入 当然就很需要这个纾困嘛 现金的纾困 所以我们也 国民党也不断的在强调说 很多的纾困方案 振兴方案 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 需要的这些民众 所以这次呢 我们有感受到 很多我们在服务处里 确实有很多的边缘户 他没有办法接受到 政府补助的这个人次呢 是蛮多的 那结果我们在国民党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党内 四党部就有22间的 爱新待用餐店 也就是说 我们请了一些慈善的一些人士 他捐钱 然后把钱就掀给这些餐馆 然后这些人呢 这些弱势的 他就可以去领餐 所以我们有22间 这样的一个待用餐馆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 我们不管是 是这社会局 还是我们的议员 都发起了这种 爱新餐券的活动 那事实上很多的角落 很多的慈善人士 是我们不见得会知道的 都主动的来捐钱 然后请餐厅发便当 像我们最近还特别 虽然警察局它不算是弱势 但是他们的公务 为了这个纾困 为了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也都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很多的慈善人士 他也发动了捐便当 到派出所各派出所的工作 警销 医护等等 对 我们还陪他们去 那些事实上还有医护人员 也是很多人都送便当给医护人员 其实这种爱新活动是不断的 我们在民间是不见得都看得到 每一个角落 我相信社会局比我们还清楚 很多主动的这些善心人士 都在持续做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虽然是数量有限 但是的确还是帮助到很多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也希望说这个活动 不要太快的停止 还是这样善心人士 我们还是希望透过很多的活动 来让这些善心人士继续的来帮忙 对 刚刚议员提到说 有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就是所谓的造册的 有些册的人可以知道说 他本来就是中低收入 或者身心障碍者 边缘户的身份 对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 临时性的突然失业了 然后他中间就可能生活上没有办法 那这个部分就可能要用这种方式 带用残卷等等 有些店家就 难道这样子的名额 在某一餐 中餐晚餐 就把一些餐点 其实就做好放在那边 有需要的就来拿 不用特别留下什么名字 那也不会说不好意思等等的 那真的有需要你就拿 我不会去特别严明震生 这就是爱心带餐 对 就无条件的提供 对 真的让社会上 在疫情之下 这样子有一股暖流来持续的 益助大家 好 那我们再谈到 其实身心障碍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大家持续的观察的 特别是在有些失业的一些状况 是不是也会冲击到身心障碍 原来的一些工作机会 或者说在你们的益域当中 在这段疫情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请理事长来做分享 弱势中的弱势 当然就是身心障碍者 当然这一波疫情之中 就三级开始来讲 不管是我们小作所 所有的孩子 他们在做一些手作的东西 希望能够说换一点 他们的生活上的一点点的补助 他们都没有了 更何况我们还有其他的身心障碍者 像我们的视障者 他们也按摩业也不能做了 所以我想应该是我自己是 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 所以说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全面性 但是我知道很多身心障碍者 他们更多的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些 这一场的疫情的冲击 让他们的经济损失到很多 是 所以像这个身心障碍 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 在工作上能力上面 可能都会比较弱一点 就会在这个疫情之上 更需要社会大众来做一些帮助 我们身为市政府的社会局 其实也是关心所谓的 所有的弱势一些族群 不光是儿少 身心障碍 或者是中地受误户等等 那这段期间 特别是像暑假的这一段时间 在这个补助的部分 协助部分 我们社会局有做了哪些 好 我想在这段时间 其实真的也很感谢 有很多的团体 其实都持续的在提供 我们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也感谢刚刚就成如议员所说的 很多的善心人士 很多的议员也都投入 我们整个的军政物资的一个行列 那社会局其实在 除了我们对于一些弱势家庭的 一些相关的经济的协助之外 事实上我们也有成立我们食物银行 那食物银行目前有八个实体商店 跟62个发放站 那我们食物银行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透过比较 对我们所有的弱势民众的一个扩大协助 提供比较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目前有结合我们高雄市慈善联合总会 跟高雄市社府总会 这些民间团体一起能够提供一个比较短期的 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物资的一个协助 让很多的民众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冲击之下 度过难关 那我们在疫情三级警戒的这一段时间呢 其实也很贴心的在物资银行 我们是透过预约的方式来提供我们弱势家户 如果有需要的话电话来跟我们先确认有哪些物资 然后再预约一定的时间跟地点 那我们就会发送物资 那协助让我们弱势家庭能够更方便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有关于我们在弱势儿哨的部分 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社工员手上也都有发掘一些需要协助的一些家户 所以我们针对家户里头的儿哨 我们也提供餐食券的一个相关的服务 那餐食券就可以到我们的统一超商全家或OK 或是我们的连锁便当店像泰师傅或正中 总共现在高雄市有大概1057个据点 可以就近让我们的一些弱势家庭 就可以去换取我们的一个餐食券 那希望能够提供更便利更及时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包括刚刚也提到我们慈善联合总会 这一次也有推出福气餐券 其实收到很多企业或是很多三星人士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跟社会局一起加码服务更多的一个弱势家庭 是 那我想问一下专委 在这段期间有没有 比如说像中地收入当然有所谓的一个条件的限制 但是求助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疫情期间 因为目前高雄市有18个社福中心 那么社福中心其实社工员的服务都是持续提供服务 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有因为一些可能受到疫情 薪资有减损或是短期失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社工员会尽量协助连结更多的资源 来做这个部分的协助 是不是会比较去深入社区 或者说跟里长或议员这边来探寻 哪一些家庭真的有困难了 然后在社会局或社福中心这边可以提供一些协助的 是专委会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对 其实包括公所也会就是收到一些相关 甚至我们有一些团体 那我们还是持续透过转介的方式或是去发掘一些相关的一个弱势加户的部分 提供一个相关资源连结的一个整合性的服务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所谓的温饱 不要再让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虽然不是说大家都很富裕 但是总不会有人因为真的有一餐没有一餐 我觉得这样子就真的太可人了 因为有些真的是像阿富食物银行 其实有很多的食物是可以提供大家的 那真的有问题的话 真的要跟社会局议员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团体来做一些求助 那其实说我们给这个鱼吃 虽然满足它一时的温饱 但是当然也希望说它能够自立自强 给鱼不如给这个吊杆 那不晓得说我们在社会局这部分 在这段一起期间有没有做一些就业上面的补导 因为刚刚像议员也提到说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说劳工局有提供这个 什么叫安心上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或者说身心障碍的一些职场的一些再造的部分 那社会局在这一段期间 有没有持续在努力协助我们一些弱势民众 来获得这些工作的 好 目前劳动部有推出 安心及时上工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社会局我们很快 也释放出大概200多位的一个职缺 来协助我们的一些需要这个 能够及时协助的一个短期的一个 即时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我们也在 社工人员在手上有一些弱势家庭 刚好在这段时间有需要的部分 我们也都成功的推介到 安心及时上工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就是在职场上面 那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有一些单亲家庭的爸爸或妈妈 其实也都很感谢我们有让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也成功的让他能够推介上工 那目前其实高雄市大概也是争取最多这样的一个职缺 有4000多个职缺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持续大家如果有这个部分的需要 能够在劳工局这边来做登记 就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机会上面的一个争取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来使用 那同意员觉得呢 这样子一个安心就业方案 或者说临时的一些工作 在这段疫情我们市政府 或者说整个整体的一个中央的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部分足不足够 其实社会局确实是有做很多的 跟劳工局合作了 他们互相都都有一个平台 就是说如果有到劳工去登记失业的 没有工作的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比平常疫情没有的时候 还要来得严重 本来失业率就蛮高的 那现在因为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疫情 那像这样子的有求职的人 其实在大家现在变成都期待我们的纾困 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你要马上找到一个工作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社会局有安排很多就业的机会 可是并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去做 或者是适合这些需要工作的人去做 所以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是基本上还是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工作机会 所以他依然他的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这个纾困方案里面 我们是记得那个我们社会局好像在108年的时候 你们有委托高一 还有做一个身心障碍的生活状况 跟需求的调查的研究报告 那其中身心障碍的未来的生活需求的调查里面 其实前三名通通都是跟就业有关 就是没有工作 最大的需求 对对对 像比如说增加身心障碍者的录用名额 安排挑战 安排他们这个职讯课程跟就业的机会 还有提供这个弹性的工作 还有排除就业的障碍 他这样的平台 是有给这些身心障碍的也有这样的平台 可是因为这个提案的跟工作的推动 是没有办法立刻见效 还是需要时间去逐步的推动 因为你突然发生这样的疫情的状况 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获得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满足 一般的这些真正的边缘户 拿不到工作的 还有身心障碍的需求 还是我们社会局要努力的方向 是 好 那就理事长观察 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协进会 或其他身心障碍的团体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关系 但是还是能够有足够的工作 来做一个维持生活的 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一段期间 需要什么这个加把力 让身心障碍有这个工作 能够细水长流自立自强的 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来讲 刚才的前面有一段那个影片 是我们的小作所的孩子 对 折那个纸莲花 对 折那个纸莲花那些 那我们也很谢谢这个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 像天才精香行 蚕心精香行 他们都提供我们的孩子 是很少的一点点的那个 让他们的奖励金 但是至少他平常有工作做 他在这个无障碍之家的时候 我们的小作所里面 他都有工作在做 还有做电子方面的那个加工 沙克电子 还有建材行 他们都印刷行 他都会提供我们一些孩子的工作 让我们的孩子 不会说在那里无所事事 我们必须要找很多事情 让他们去做 这样子也是一个训练 然后多少他有一点点奖励金 让他们自己的做得也很开心 然后就想说 我又可以回来上班了 他们认为他在上班 他很开心 然后中间就休息 让他们走一走这样子 所以也感谢社会各界的 愿意说 让我们孩子有一些一点点的工作 是 好 那针对这个部分 专委有没有一些在做一个 像议员刚刚提供的 能够再做一些回应的 有没有一些 或者说你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 是 其实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事实上很多身影障碍者 其实是可以经过一些职务在设计 或是在经过一些 培训跟训练的一个方式 那有些可能 如果就业能力 很多是可以投入到就业市场 如果不行 可能有一些庇护工厂 或是我们透过一些作业活动 可以让他去从事 所以刚刚有看到的 我们影片上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小作所 那目前高雄市也针对身影障碍者 会有不同的程度 有不同的 有日间照顾据点 有日间照顾机构 也有这样的一个小作所 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小作所其实就是希望 透过这些作业活动 然后有一些奖励金 增加我们身上者的一个成就感 跟经济自立 迈向经济自立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对 所有的身影障碍的朋友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 就是透过社会大众 看到他们的能力 给他们一些肯定之后 那大家可以支持 那我们针对不同功能 或是不同能力的一个身障者 可以安排有不同的一个服务面向 是 好 谢谢专委的回应 但是专委刚刚提到一些 这个小作手 或者说这个日拖的中心等等 其实在这一波疫情里面 其实也是因为 疫情关系其实有关闭 那另外在这个8月2号 已经陆陆续续的 这个开放了 但是对于身心障碍的一个照顾 其实在这段期间 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赶告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讨论 我跟你说 现在东南亚那边 天说啊 接走疫苗后会 不要再欧北传假消息了啦 疫情主信应该以 中央疫情指挥重心 公布的位置 你若接着台湾负面的消息 可以先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不要再骗网站 那些是卫生福利部 刮风帮站持续 千万五天欧北散步 专团 以免出唤 那是散步疫情不息的消息 上官一到唤三百万 这些是三年以下有机逗兴哦 消息经纪监合情 建筑共发丁头铭 社会抗疫向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继续回到高中现场来讨论 在疫情之下 我们的社福能量 来如何持续地发挥 刚刚有提到说 在疫情三级的时候 比较警戒的时候 一些日拖中心 小座手等等都关闭了 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必须回到家里 没有办法到这边 来做一些工作跟照顾 那其实在疫情 慢慢趋缓的时候 从8月2号 其实也让身心障碍的朋友 能够回来这些小座手 这边来做一个工作跟学习 那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VCR 把纸张对齐一折一折 孩子们认真地 遮着手中的纸脸花 社会局在无障碍之家 设置工作坊 让满18岁的自闭症生障者 能够透过课程 培养工作的能力 进一步到庇护工厂就业 减少家庭的照顾负担 我们从高纸部毕业之后 孩子闲置在家 那无形中给家长 就是很大的负担 他必须要出一个人力 来雇的这个孩子 那有了这个工作站之后 那所有的毕业的孩子 他都可以到这个工作站 至少给家长也是一个舒缓 那孩子呢 也是正常的 跟上学的时间一样 他8点钟出门 5点钟回家 那也让孩子不会有退步 在同个地方不停绕圈 是自闭症患者的喜性 每天都会依照安排的时间作业 只要打乱计划 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因此在照顾上 特别需要花心思 这两个月的时间在家 也许都松散了 大家都在回到这个工作场域的时候 有些孩子 亲度的孩子 他是每天都是很期盼的 期盼着说 这一天赶快来 现在要回来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孩子 他反而松懈久了 他不愿意回来 那有些是期盼着回来 很开心的 哦 今天要开始上班了 那不愿意回来的孩子呢 家长就很苦恼了 所以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情况 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案 而在一行期间 停课了将近两个月 有的孩子每天在家很无聊 都希望可以赶快回到工作坊上工 但也有部分的孩子 因为待在家久了 产生惰性 就不愿意再回来 我们从8月2号就开始恢复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恢复之后 他们非常的有活力 而且恢复到 有一半的时间 是在做作业活动 有一半的时间 在做体能的活动 或者一些相关的休闲 或者是运动的部分 他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很快乐这样子 所以家长也可以稍微做喘息 在工作坊里 老师耐心的带着孩子们 一步一步完成工作 无论是折纸莲挂 还是制作资料袋 每位自闭儿都非常认真努力 来到工作站 不但可以培养工作的能力 同时也让情绪更稳定 进而融入到社会 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其实这些社福的机构 能够重新开放 对照顾的对象 以及家庭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 很大的福音 因为大家真的是在家里闷酒了 然后回到中心等等 那其他像是这个社区的关怀站 日图中心等等 其实也都已经陆续的开放 那关键点好像就是 还是必须要遵守这些的防疫规定 还有这个施党疫苗跟快山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请专闻来 统筹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好 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 大概是全日型的机构 我们是没有受到影响 都持续提供安置服务 那刚刚比较看到 都是我们日间照顾据典 或日间照顾机构的部分 在疫情期间 那我们因为考量到整个的进出比较多元化 所以我们有做了 用居家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取代 所以暂停了我们的一个实体课程的部分 那但是如果家庭的一个 比较需要帮忙 家庭真的没办法照顾的部分 我们还是可以在 我们原单位的一个服务之下 可以降载的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在这个实体课程的这段时间呢 暂停了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社工教保人 其实也设计了很多 多元化的一个视讯课程 那每天会透过电话问安 或是电话关怀的一个方式 跟视讯课程 还有我们也会去录制一些 影片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不只是在据典的一个服务对象 还有我们在家里 其实都可以同步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所以其实有些机构 或是有些据典 跟我们反映说 有些身上者其实会觉得 还蛮新奇的 蛮新鲜的 所以也会觉得 还蛮有趣的一个课程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想其实也会增加 因为有些孩子在家里 就会跟主要照顾者 相处的时间变多了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期间我们透过施打疫苗 所以我们其实也安排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服务对象 都去施打疫苗之后 那我们目前也配合中央的一个指引的一个规范 那还有我们高雄市针对我们首次服务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全面快筛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如果没有施打疫苗或是未满14日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们每七天就要做这样一个快筛 我们希望能够在照顾的场域方面 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积极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 在照顾场域里面带给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服务对象 一个最好最安全的一个照顾 所以我们在8月2号已经陆续 现在有70个我们身影障碍的一个日间据点 日间照顾机构都已经全面开放 那目前的使用也都超过9成 那所以其实大家很快的 就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照顾情境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持续去打造一个 最优质最安全的一个保护环境 对真的随着这个疫情的趋缓 在就是疫苗的施打 普及率越来越高 大家才会慢慢这个算是一个解封 让这个身心上的朋友 然后回到这样子一个 托育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李市长 如果说像在这个疫情 比较警戒的时候 等于是据点等于是 中断的一个服务了吗 那对于这个身心障碍的 照顾对象来讲 身心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或一些落差 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出去 我为什么一直待在家里面 那你可以谈谈这样 这个部分 这一开始也是很不能接受的 不要说其他的孩子 就我自己的孩子来讲 从一开始他说 现在开始三级警戒了 不能去上班的地方 他开始每天很焦虑 然后后来中心才开始说 我们来上视讯课 让孩子上视讯课 那孩子一开始也是很期待的 但是视讯的效果 有的时候不是很好 可是就会觉得很新鲜 跟着老师在做 但是他每天都在LINE上面 就问老师 什么时候开始要回去上班 老师我几号要上班 然后现在大家都告诉他说 你要听陈其迈市长的记者会 你要看卫福部的规定 这下又变成他的口头禅了 每天就告诉我 我要看卫福部的规定 我要看齐迈市长的记者会 每天就很期待到 那个齐迈市长的记者会到了 他赶快要开电视 他要看 一定要看记者会 有没有公布新的 可不可以去上班了 每天都在重复这些事情 我们家长也是很头痛的 但是现在当说可以回去了 8月2号可以回去了 我看他很开心的 开始准备自己所有的东西 明天我要去上班了 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摆在他的书包 我明天要上班了 然后就开始跟LINE 跟老师讲 老师明天早上我要来上班 每天都很开心 可是又会讲到 老师我不能上视讯课了 所以他们也是觉得说 我本来在上视讯课 现在为什么又不能上视讯课了 不然你在家的时候 我要上视讯课 现在我要去上班了 我又不能上视讯课 然后变成说 经常在让他的生活 有不同的调整 在自闭症孩子来讲 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习惯他每天要去上班 然后说终止了 又终止 终止了两个月 焦虑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 又很开心的要去 然后又做一个生活上的改变 所以说生活的改变 在家长来讲 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去 告知他说 这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要来改变 我们要看现在的疫情状况 也让孩子学到了蛮多的 对 真的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说 他觉得这样子的改变 不能够短时间能够适应的 可能就要引导的家人 或者说来做一个辅助 慢慢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来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OK 那议员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 或者说原来的服务的能量 突然就一个中断 他们要怎么来做一些调试呢 医院的相关 其实身心障碍不只是大人 有时候还有小孩子 对 就儿童幼儿都有涵盖在里面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段时间 其实三级警戒以后的生活 那怎么样去维持家庭的和谐 然后需要照顾的人 怎么样在生活上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也知道学校 还有幼儿园 还有安亲班 都停课了 都停课了 那这件事 因为我体会最多的是 其实很多家长 他自己家里也有身心障碍的小孩 幼儿的家长 他在照顾上 真的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他都没有开放了 所以他自己本身要把工作辞掉 甚至是请假 请防疫假 那所以他请防疫假 我知道的是 有些家长也因为请防疫假太久了 结果工作被解雇了 这种状况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这段时间里面我所听到的 是感受到有些家长说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学 我们已经快受不了了 不只是照顾 因为照顾说实在的 会送到需要 生脏的孩子 送到需要去照顾的机构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他要学习 生活技能的学习 如果一旦中断了 其实对家长来讲 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 再回复过来就可能要从头开始 因为他变成以前都习惯 反正会有专业的人照顾他 那之前我要全部拿回来 从早到晚都要我照顾的时候 他非常的辛苦 还要把工作辞掉 又减少了收入 然后又没有专业的那种领域 去照顾这个孩子 你知道那种焦虑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台北 新北市的那个有一个统计 他说五月份的那个 家暴的通报案件 就是因为烦躁 家人心情不好 可能照顾小孩 都有15127件 比去年的14291件 就多了836件的这个案例 上升了5.8% 所以这样的数据 都是在反映疫情之下的 一个家庭压力的一个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我们高雄市的疫情 是比较趋缓的 比较趋缓的 那市政府势必应该要做一个 适度的政策的松绑 要做一些松绑 那比如说刚刚你看 听到我们社会局讲 一回复的时候 你看那个人是爆满的 因为真的是闷很久了 可是相对你闷很久 突然开放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疫情 那疫苗又不足 很多人是没有打疫苗的 有些人是无症状的 用快筛的方式去认识 我今天也听我们城市长在说 我说马上九月份就要开学了 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是不是都打了呢 特殊学校的部分都开学 有些人不愿意打 那我说怎么办 他说就每个礼拜快筛 他要采用每个礼拜 都快筛的方式 那是不是能做到 但是那个精准度 可能要注意 对 是难度的 是有难度的 那有些人愿意筛 有些人他就不肯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又来了 是不是又再度的疫情爆发 然后如果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要回到现在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 身轻加热的家庭 比一般的家庭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尤其是辛苦 尤其是辛苦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部分 要更要有一些松绑 然后目前还有很多 我们高雄市很多的限制 比其他比中央还要严格 我们高雄市还要严格 所以我们疫情是做得不错 开放的条件 可是因为太严格了 也会造成一些 其他的负面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同时要考量 民众的生活 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身障家庭首当其冲 我觉得身障孩子也首当其冲 这是我们政府要考量的地方 是 那真的是碰到疫情 可能也真的 要做一些预防 所以也会让 这个介绍照顾据点 先做一个关闭的动作 但是也其他 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来发展 所谓的线上的一些课程 我想说 其实因为说 这些据点 其实对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来讲 学习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像长疗的中心 其实如果中间没有的话 其实它等于 延缓迟缓的发展会更严重 所以在线上课程的部分 我们社会局有没有做一些辅导的部分 让这些据点能够 赶快来研发这样子的一个线上课程 如果说哪一波疫情又再更严峻的时候 刚好赶快衔接上来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的 我们将会来回复 是我们的线上课程其实还是会跟平常我们在开实体课程的一个方向 会从动态的一个课程 或是我们静态的一些课程 那包括一些才艺上面的一个训练 或是一些绘画上面的一个结构上面的一个协助 那云翼的部分 其实还有动态的很多体势能活动的一个视讯课程 其实我们也都会有这个部分来协助我们的教保人员 或是我们社工人员去做这样的一个视讯教学 所以其实还是会让很多心境障碍朋友其实在家的时候 他会像刚理事长提到的 他会觉得说 我好期待又这个时间来了 那我们其实另外我们针对刚刚有提到 如果比较小的小朋友 那我们其实也会录制一些怎么样要教家长 可以怎么样来协助这些孩子的一个育儿相关的一个知能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相关的影片放在我们的一个相关 对对对 也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教导 那当然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段期间呢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据点 其实都还是有在我们原来的一个日间照顾据点 或日间机构来协助这些 他没办法在家带小孩的家庭 那他其实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原据点来提供服务 那我们是会依照疫情的一个指引下面 可能就是那个分角落分区比较小型五人以下 这样的提供服务 照顾比的部分可以这样 对 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据点 有持续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事实上我们是非常能够了解到 声音障碍的一些相关的特质 跟我们在服务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针对声障的据点 不管是工作人员或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我们其实都协助做疫苗的一个施打 而且其实我们也考虑到很多的 这个据点里面的声障者 其实对于很多牧生环境会比较害怕 会比较担心 会恐惧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争取到 我们是特别的市长非常的体谅 我们这些声障者的一个需求 我们特别安排我们的医护人员 是到机构到据点来帮他们施打疫苗 所以他们是在一个比较安全 或是这些老师是他们熟悉的一个 熟悉的一个环境跟人员之下 去施打疫苗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说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能够考虑到这样 否则他可能到一些接种站 他会害怕跟担心 陌生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事实上有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说 真的高雄市非常的贴心 愿意把医护人员 因为这样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也感谢很多医务人员 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社会局在疫情期间 能够考量到很多的需求 那我们能够尽量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是 好 那我想问一下理事长 你怎么评估这个所谓的线上课程 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就等于是远距教学了 这样子一个学习成果 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 这个效果怎么样 你评估看看 在其他方面我是不知道 但是就自闭症孩子来讲的话 他的学习本来就比较慢 而且每一个个案的都不同 所以老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他必须要统筹的一并来一起来教学 所以说一开始的教学 老师有分画画课 有体能课 体能课也许呢 我们自己协会里面的有一个老师 他是原住民的 他就很用心 他自己还带了吉他上视讯 然后他一边弹一边唱 然后就教几个简单的动作 再带着孩子做 我当时看了我就很感动 我说这个老师好用心 他还穿了原住民的衣服 让孩子提醒孩子的注意力 让孩子觉得说 老师今天穿的是原住民的衣服 老师还在弹吉他 然后只教几个动作 很简单的音乐这样子 然后也让孩子有很新鲜感这样子 也是蛮不错的啦 但是如果说是长时间的这样子 也许对孩子来讲会很困难 应该是很困难 是 OK 好 那议员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疫情之下 如何让这个社福的能量 能够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 线上教学啦 或者说疫苗滋打等等 这个部分您的看法呢 其实刚才当然我们社会局讲的 就是说在疫苗的施打 是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 当然有安全感啦 可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怎么说 都是疫苗不足啦 如果疫苗不足 如果疫苗足够 可是需要这么辛苦每个人都打的话 其实在形式上会很方便嘛 那刚才也提到就是说用视讯的方式 可是身上的孩子有时候是坐不住的 对 他是坐不住的 你要叫他去看 正常的孩子你叫他去看荧幕 都已经很困难了 那你说这身上的孩子 你要设计很多的课程 让他能够坐下来能够看 这刚才我们理事长说得很清楚 你要吸引他的助力 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也随着年龄还有症状的轻重不等 他有的坐得住 他有的坐不住 所以设计的课程 对老师来讲真的很辛苦 他到底要如何设计 像有一个自闭症的 有些是过动儿 有些是语言障碍的 语障的 发展迟缓的 各种特殊儿童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所以设计上是非常辛苦的 对这个部分就可能 设计社会局在做一个演绎 虽然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了 教保局 教保员已经有这样子的发想 我们也看到像新路 自闭症等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其实可能要再做一个 不同障别的研发了 好 那这对于这个 身心障碍的服务团体来讲 其实在应急之下 他们的营运方面 也出现一些问题 在纾困或者说捐款部分 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困难 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再继续来讨论 妈 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啦 应该是骗各支的钓鱼网站 应该是骗各支的钓鱼网站 怎么可能 上面的图片没错啊 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账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 绿色 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啊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账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哦 下次不管是看到 简讯 email 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 要提高警觉 切勿因贪小便宜 点选好康连结 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 及更新网站密码 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 好康连结 别乱点 保护各自才安全 有人还在睡 我们就开始在做事 就每一天最新的机会 好好处理不让客人 你如果越早来 这一季就越新 趁机头 要不出来之前 就找找人的机会处理后 这就是我们的隔岛 千年很多有线电视 与你们一起携手 创新区 好了 这波疫情呢 其实也让这个社福机构 社福团体在经营上面呢 也遇到一些困难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央的纾困部分 其实也有针对我们社福团体 有提供一些纾困 但成效如何呢 我们可以请专委来 先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纾困的内容有哪些 我想在这段时间 中央针对我们的社福团体 其实有提供一些相关的纾困 包括我们在照顾服务单位 像我们的托婴中心 或是我们的保姆的一个纾困方案 那我们还有针对我们住宿型的机构 那还有我们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这样的一个纾困方案 那当然是会针对 如果我们是在跟同期的一个比较 或是跟前两年的一个 那个年度的一个收入减少的部分的 一个影响的话 那可以提供一些可能维持我们的 基本人事费或是维持费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补助 那另外也会针对那个员工的一个 新资或是如果有一些短期周转金的 一个贷款利息补贴 在中央都有相关这样的一个纾困方案 那其实在市政府的部分 我们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事实上对我们的一些 银法家园或是我们单亲家园的租金 我们5到7月份也都有减收了 30%这样的一个租金 对生障者的房屋 今天我们也在6月份加码在补助 30%的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们真的也很感谢我们很多的社福团体 其实在整个提供服务的部分 是没有中断的 那也跟社会局在很多的据点 我们目前70个生障这样的一个据点 跟日间的照顾机构 事实上都是持续在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对这些服务的据点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补助费 或是委办费 我们在社福团体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也没有中断 也没有受到影响的 那我想在这边 真的要感谢我们一起 那个大家公司协力的方式可以提供 即便是在家的身心障碍 还有朋友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 那像这次慈善团体也很多都来协助来帮忙 我相信社会局很有经验的就是说 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资源 当有困难的时候 很多的团体都会来帮忙 尤其这次不是只有疫情 还有还有灾害 就是风灾 之后的灾害 其实不是只有疫情需要帮忙 那你说现在这次 这次我们纳玛夏 也是透过纳玛夏六龟茂林 这次的水灾 六龟 也是我们国民党也很快的就是发动这个募款 像我们议员每个人都一日捐 那我们再募集一些慈善团体 在半天的时间有募到二十几万 所以我们昨天也举行一个捐赠会 就请他们带上衫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还是希望说 除了我们社会局还有所谓的脱贫计划 你给他鱼不如给他钓竿 让他自立自强之外 那你说还有社会局现在还有做一些贫护工厂 有十一家的贫护工厂 他们也现在也有在做一些 卖的中秋节的一些礼品 什么399 499 699 那这个讯息也传送给大家 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 我们常常也都会买这些贫护工厂的 卖的一些产品当礼物 中秋节 过年 过节 这都是帮助我们社会局 还有剩下这些身脏的孩子 或者需要经费的孩子 可以募到的一些经费 也是一个很好的协助的方式 那我还是觉得 我们也希望社会局能够把这些讯息 多多的散放 因为很多人都有钱想捐 可是不晓得捐到哪里去 那当然你工部门知道哪个地方需要 可是有一些我刚提到的边缘户 或者家里脱招变故的 或者他没有办法马上得到救助的 这些才是真正需要我们立刻帮忙的 那怎么去帮忙 其实只要你把这个消息散放出去了 很多的慈善团体 我们高雄市是很有温暖的一个城市 所以大家都会捐款 都会募款 我想在这个部分 先请社会局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政府的努力之外 多多结合民间的一些力量 是 OK 好 谢谢议员 那真的我们深信账卫团体 我们这个理事长也来现身说法一下 这段时间是不是在捐款的部分 有比较短缺的部分 在营运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捐款一直是社会团体里面 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当然在这个疫情之下 然后在最近的灾害方面这么多来讲 对我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真的是收入 捐款的收入少了很多很多 但是对所有的会员的服务方面 对我们自闭症孩子的服务方面 我们并没有减少 我们反而要付诸更多的关心 我们的社工都经常的打电话 每一家每一户的去问一下 现在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孩子有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服务没有减少 但是我们的收入真的减少 虽然说政府的补助 该有的补助我们有拿 但是我们本来的捐款收入 就少了很多很多 这也是大环境 也不能说其他的话 OK 好 没关系 虽然这个身心常常经营上的一点困难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像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这个中秋礼品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社会局 也有成立这样子一个 身心障碍团体的秋节礼品 一个推广活动 那我们就先请理事长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自闭症协进会 推出哪些秋节礼品 或者说其他有关自闭症的一些 自闭症协进会是 没有做秋节的礼品 但是同样是自闭症 孩子做的 在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里面 有个新月工坊 那些自闭症的手做饼干 青年的手做饼干 就是手工饼干 在我们的社会局的爱优网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希望大家能够采用我们 自闭症孩子做的 新月工坊的饼干 OK 好 除了自闭症协会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些身心障碍团体 也推出这些产品 我们就请专委来整体 帮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好 是的 我们今年总共结合了24家的身上团体 推出100项的一个产品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能够来做选购 那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有三款综合的一个礼盒 那这三款综合每一款都有三家的身心障碍团体一起组成 把他的产品一起组成的 那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些产品 事实上我们在整年度 事实上我们都是陪力带着我们身上的团体一起来讨论 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课程 包括行销的课程 包括设计的课程 礼品礼盒的一个课程 跟产品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处理 那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今年呢 特别用大家呢 在疫情如果没有出门 没关系 在家也不要忘记过中秋 那我们只要点爱优网三个字 爱优网三个字 其实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 我们现在在高雄市的电商平台 那我们用爱优网 其实这是一个全国首创 一个整合性很完整的线上订购之后 就可以付款金流完整的一个平台 那整合了金流跟物流 这样的一个双重功能 那很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踊跃来选购 那目前就是 如果大家选购买3999元 那我们就会送699元的一个综合礼盒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也特别推出一个贴心的服务 就是我们可以帮大家 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配送 那配送我们在礼盒上面 也可以帮忙制作小卡片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展现大家的一个 大家对这个部分 礼清情义重 那希望大家能够来踊跃的一个选购 那我们的产品其实非常的多元 我们有手工蛋卷 有凤梨书 那我们这些比较是 我们大家手工做出来的产品之外 可以大概翻阅一下吗 我们也有一些文创的商品 像一些陶杯的一个咖啡礼盒 那也有手工香皂 吃的喝的用的 对都有 那在我们这本是我们今年发出来的行录 那大家其实只要点选三个字 爱有网就可以上网看到我们这些的一个产品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选购 大家不要忘记你的每一笔订单 都是对我们身心障碍者最大的支持 也是让他们迈向经济独立自主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再次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做选购 好 这个爱有网就是障碍的爱 然后优良的优 然后网站的网 那最后我们就有请议员来做个总结好不好 整个人体来讲一个社会福利的部分 给予社会局什么样的期许 也给我们深藏团体一个最有分力的 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 在疫情灾情双重的打击之下 我相信百姓是非常辛苦的 那在这里我要呼吁 其实我也希望社会局把你那一本 爱有网的目录送到议会 给我们每一位议员都有一本 我们有六十几位 六十六位议员 那给他们 他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刻 也都有送礼 那也希望我们也呼吁 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也呼吁所有的民众来协助 我们的市政府社会局 这些深藏团体所制作出来的礼品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帮助 这些深藏者 直接帮助这些弱势的人 可以有一些经费来帮助他们 是最直接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也呼吁我们 所有的高雄市的市民 都能够打这个爱忧网 对不对 爱忧网来看选购产品 那就直接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帮忙 就是这是最好的直接的帮忙方式 是 好 谢谢三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真的在疫情之下 虽然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这个爱的距离 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远 要不断地靠近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弱势民众 身心障碍的朋友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那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